中国法庭外警察大力区赶现场记者 试图屏蔽所有摄影机 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因为报导武汉肺炎疫情 被控寻衅滋事 日前在上海开庭被法院判四年有期徒刑 他的律师表示张展只是希望能够 让外界了解武汉情况 在别的国家严的自由和新闻报导自由 是非常的公开和敞开的 在中国反而不一样 特别是因为在武汉发生这个事 张展他是抱着希望能够帮助武汉人民 希望能够去了解他们的疾苦 能够让外界有所知道 每个人能够更好地回避这种灾难 张展今年2月前往武汉采访疫情 透过社群媒体发布自己的报导 5月中旬被捕就在看守所绝食至今 检方在起诉书指控他 发布大量虚假信息 接受境外媒体采访 以及恶意炒作武汉肺炎疫情 张展获行后 中国主流媒体全面晋升未报导 微信上出现一则相关贴文后 被迅速转载 不过也在数小时内被删除 根据外电报导 另一名同样报导武汉肺炎疫情的记者 目前也小声匿迹 中央社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致版人